今天讲解一下这个 海飞秀的操作 今天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开机之后 开机之后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些手柄的 连接端头有没有进好啊 每一个手柄 然后连接的地方然后要把连接好 然后把这个螺母给它拧好 这个螺母固定的每一个手柄上面都把它固定好 好 我们把手柄装完了之后我们开始 使用这个功能啊 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 吸笔的功能 这个吸笔的功能的话主要是做我们的一个面部清洁 和一个黑头一个吸出黑黑头的 我们操作的话 点开之后有三个ABC三个瓶子 这三个瓶子的话我们可以 都可以使用的都可以使用的 看我们自己的使用习惯装我们不同的产品 就像像那个生理盐水和一些面部清洁 产品都可以的啊 我们选择一个自己 习惯的 行之就可以了啊 点击开始 点击开始之后我们这个 头的话是 直接套在上面的啊 这里有一个橡皮圈看一下 在使用之前要把这个橡皮圈套好 这个橡皮圈套好之后 啊把这个 吸头选择我们自己 平时然后试用的 这个西笔头的话也是 我们配套的是有 我们配套的是有八个啊 每一台我们都是配套八个 不同的这个 头子 我们套上去之后打开然后 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主要是我们做一个面部清洁的 面部清洁然后在这个下面 开机 这个按钮下面有两个开关两个旋钮啊 在 左边这一个靠中间的旋钮的话 是调我们一个吸力的大小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吸的时候它的 那个 吸力的大小 向右调的话是调到最大的 向左调的话我们就没有吸力了 向左调我们就关掉了是没有吸力的 可以看一下 然后靠右边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调水一个控制水的一个调节阀 这个水阀的话我们是 一样的 向左调的话是开 向左我们任这个 贴到我们这个试音啊 向左的话是打开 向右的话是关闭啊 这个调水 我现在拿水给大家演示一下 来我们看现在我们 你站远一点 你不要关注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选的 是一号停止啊 我们最硬的 把这个水我们放上去之后 按住这个吸力 好现在是没有水上来的 现在是没有水上来的 我们就调这个开关向左调 看一下我们向左调 调上来之后 我们按住这个吸力可以看到这个水就上来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打开之后这个水就上来了 这是我们一个 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黑头和面部清洁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 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负压 这个负压的话是我们配有两个手柄 一个是我们的钻石微雕手柄 他这个手柄的话头是一个磨砂的 头啊可以看到 是一个磨砂的头 是一个磨砂的头 然后另外一个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白色的一个对焦的 我们操作的话是一样的 上面我们有四个模式可以选择 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模式就好了 后面的话 这个是控制我们吸 这个吸的时间 这一个是控制我们吸放的时候一个放的时间 这个真空负压它是有吸放的 啊 选好了之后我们点击开始 点击开始了 这个头 你可以 拿着这个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在我们手上的一个操作 可以看到 这个 操作这个头的话 这旁边有一个小孔啊 在旁边这个小孔我们使用的时候 用手把它堵住之后吸力它就可以上来 就有很大的吃力啊 那我们要放开的时候就把手给它放开 把气放掉就可以拿下来 这是做我们 这个也是一个面部的 然后我们 再看一下下面这个 这一把的话 现在我拿到的这一把就是我们的一个助养喷枪 这个助养喷枪的操作的话就是把这个银子拿下来我们把水加进去 这个里面可以浇我们的一个纯净水或者一个蒸馏水都可以啊 通过我们这个 压力的使这个水来物化 然后让它充充充养了 给我们的一个皮肤进行一个 水养的一个补充啊 点击开始之后可以看到按按下这个手笔 它就有一个 雾化的一个水出来 这个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皮肤脸部和我们的身体一个 水养的一个补充 水养的一个补充 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助养喷枪的一个操作 好我们在使用完喷枪之后我们就可以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铲皮刀啊 这一个铲皮的话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清洁 清洁我们的一个饺子和我们的一些 我们选择这一个 点击之后点击开始 然后按住这上面有一个开始键 长按啊长按 长按之后就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再单击一下的话就是选择我们的三个模式 任一个模式就可以啊 可以看一下三个模式 选择好了之后我们使用完助养喷枪我们残留的水 可以用这个铲皮刀 可以看一下 我们给他清除掉 然后做一下清理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后清理好 这个清理好之后我们关机的时候操作是一样的 先从手柄上的这个开关按钮按住 装机 装机之后我们清洁完了之后我们能选择一个 超声波来给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 提拉和一个按摩 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面部超声波手柄 这个手柄的话 他就是通过超声波给我们面部进行一个 我们选择这个能量这个是能量打开 看到我们的一个合适的位置都可以啊 然后模式的话也是有两个模式 我们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自己喜欢的模式就好了 然后点击开始 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我们的操作的过程中 就比如说我们做到我们的脸部的话 像我们的眼角和一个 鼻子的一个凹槽的一些地方的话 然后我们那个面积比较小 选择我们的面部的话就不太好 操作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 在这个按摩是我们的一个眼部的超声波 然后点点击 然后进去照是一样的 我们的 把能量给它调到我们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一个输出 然后把模式 选择好 点击开始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小一点的头来进行我们的一个眼角和我们的 像鼻子的凹槽啊 鼻梁这些地方的一个小面积的地方做这个按摩和一个 项目啊 完了之后我们现在还有 一个是我们的光子的 我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个 我们的说我们的一个光子的 这一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光子灯然后来进行对皮肤的一个 润肤作用和一个抗酸脑的 我们点击进来之后 这是我们的两个 两个跟着通道 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也可以两个同时打开 我们点击之后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发光的光源的颜色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有三个颜色可以选 选好之后这是我们的一个 闪灯的模式啊 我们闪灯的模式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选择 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亮度 我们把这个亮度调到最大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 第四第四个闪灯模式 我们往上加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手品的话 就是给我们一个 润肤和一个 抗酸脑的一个项目 然后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微电里面 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电项目 微电项目 是一样的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能量输出 点击全选择好合适的一个能量 然后选择好模式 点击开始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 蓝色的闪灯的一个灯光效果 这个效果在闪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能量输出的一个频率 可以看到 有一个有一个快闪 有一个慢闪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模式可以选择 选择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操作了 这个操作的话就是给我们 做一个提拉 紧致 再往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纳米微酸 这是我们的一个纳米微酸手柄 这个手柄我们的操作的话就是点击开始之后 这个手柄上有一个按钮我们长按住它 常按住这个绿灯亮起的时候就是已经打开了 打开我们感觉到这个针头是有震动的 这个针头针头然后我们 看一下我们这个针头啊 我们装这个针头 从这个地方我们给它靠进去 然后这里有个卡头 我们卡好位置之后 轻轻的旋转一下就卡进了 轻轻的旋转一下 然后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安全帽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开始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上面的一个针的一个 出速啊这边的话是 调我们这个针的一个 深度就是我们的一个纳米针啊 可以调这个纳米的纳米针的深度可以看到这个针现在是出来我们这个 帽子上面的 进行一个调节 然后我们操作完了之后一样的长按这个 亮灯的这个按钮然后进行一个关机 关机之后我们把这个 帽子安全帽给它倒回去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的话 这是我们的一个磨泡底啊 我们有一个 第一是我们的一个4号级是我们的磨泡底了 装满泡泡 这个泡泡液的话 就是 这种泡泡液我们有配送的 我们点击开始操作的时候就点击开始 然后 选择好这个瓶子之后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这个操作的话我们是做一个脸部清洁啊 一个泡泡清洁 我们在脸上操作的时候呢我们是 进行一个打圈的方式来操作 在脸上我们进行一个打圈的 方式来操作 好再往下面看的话 好再往下面看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 冰头 在这个冰头的话是起到一个 冰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进行消肿和一个 冰敷我们进行这个 吸笔这个脸部清洁和那个黑头我们倒出之后 用这个冰敷收缩毛孔和一个消炎的一个作用啊 一个冰敷 选择好能量之后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高周波 看一下我们这个高周波的手柄 这个手柄的话这个灯管我们是 从上往下套的 可以看到轻轻的旋转的 就把它拿出来了 我们靠装上去的这也是 我这样子装上去 装好就可以了 这样子装好之后我们点击开始 开始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灯光很微弱 很微弱的一个灯光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下面有一个调节法 这个这个调节法的话我们是 向右边的话是我们一个调大的能量啊 然后和向左的话是我们调小的 现在我们调到最小的话是很弱的看不见的一个灯光啊 我们调到调到最大的时候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一个 离子啊 这个的话是我们主要做一个离子消毒的项目和我们的一个面部杀菌充满的一个项目 现在的话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功能都介绍完毕了 介绍完毕之后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器的 连接方法 在这个后面有一条屏幕的连接线啊 这条连接线我们在连接的时候一定注意 他的正反有一个正反 好看